沿海防治新法3月22号上路 全面禁止电子烟、纳管加热烟 为这可处2000到1万元罚还 违法贩售最高可处新台币100万元 新法实施相关规定重点还包含 扩大禁烟场所、为马20岁者禁止吸烟 扩大烟河警示图文面积至50%等 这段时间是因为有一些脂肪 所以必须放 对到的脂肪 必须放大量的 是这边同时的公布时期 那有些脂肪的稍微 最后的时间 是下午上面的话 另外只稍微能再慢一点再继续放 那这次修改的内容 最重要的就是 电子烟、粘子、粘子 加热烟的话 必须要做健康风险预顾 之后才可以上市 在防程健康风险预顾 经我们主管器官 这个审查通过之前 加热烟也能够是不全完成 所以最重要的一个精神是在这个地方 在今天 有点是一个招牌记者的 跟各位建议 那过去有许多 这一个民族的网友 一些网络 或者是说一些资讯 对我们临障 强调的临障 有这样的性质 那么过去十几年来 我们的新类型的烟品 充塑在我们社会 那包括网络的世界 或者是实体的界面 特别对于我们这些青少年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吸引力 所以根据我们的调查 其实对于 长期子烟的一个吸使力逐年下降 可是对于电子烟 还有加热食烟品 那基础它是在上层的 那我们过去的法院 因为不足 没有办法来做严格的法官跟取缔 所以我们透过修法的一个程序 这个过程中 非常谢谢我们各方的专家 还有各方的团体 还有民地法院的所有的党团 立委的帮忙给协助 那我们终于在今年的1月12号 三途通过 那行政院也在报复今天为实行日期 那大家都非常关心 实行日期开始了以后 那么我们几个重点 最重要的是前面禁止电子烟 跟它的载具 那第二个是指定试验品 就是加热试验品 必须要通过进行抗风险评估的检查 包括它的载具 所以在也没有通过之前 所以市面上 目前的这一类的新类型烟评 从今天开始 那是属于不准贩卖 展示制造的 还有使用 所以新法实行 我们从今天就跟卫生局 地方卫生局共同合作 开始计查 我们有呼吁会者 能够在网路自动下降 不要心存侥幸 那我们会跟地方共同来 在网路建策 建策到了以后 我们会立即来开网 甚至于我们也会跟地方 在目前市面上 有很多的四招 所谓的实体店面 我们也会从今天开始计查 所以我们希望 借助这样的记者会 跟博人斗司 从今天开始 主要的重点 在于这些新类型烟评 无论它从实体店面的贩售 或者是从网路世界的贩售 虚拟世界的贩售 我们从今天都会 强力的来取利 来保障我们国内的健康 特别是青少年的健康免急塑 新类型烟评的一个危害 那当然其中还有包括 当然给大家很关心的 这办法里面来讲 健康风险评估的 证查办法 我们也会在今天 来做公告 那么指定式烟评 也会在今天来做公告 所以刚刚提到的 从今天开始 只要见我们 公告了以后 这样一些烟评 就再没有通过 健康风险评估评 它就是不准制造贩售 跟展示的 那相对的 我们也希望 国内共同来配合 国建署表示 关于电子烟 将与地方卫生局 联手机查 若以列管的商家 仍非法贩售 会持续开罚 直到卸下招牌 也请网络电商平台业者 建立严谨审查机制 以免触罚受罚 记者问军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审查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审查看